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就在刚才韩版天堂M官方网站公告了暗黑骑士的技能说明 这次公告了蛮多的技能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说明是什么样的能力呢 来在看影片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吧 开始第一招第二经济卡里扶索 他的说明跟原本差不多 就是在目标范围内进行一个 投入一个卡里扶索大隕石造成范围伤害 所有的范围内的PC都会受到重力场的影响 重力场的能力就是让你无法移动无法传送 然后在卡里扶索提到的目标身上会处于一个遗忘状态 这个遗忘就是让你暂时无法使用技能 所有技能进入冷却状态 包含妖精的三重石都不能射 好第二个暗黑维度 这是暗骑的短距离位移技能 他的前身技能叫做暗黑复仇复仇者 改版之后变成一个全新的技能 他就是可以用在地图上进行短距离的位移 位移过位移之后会在原地留下一个虚空印记 当你在秒数内可以随时使用返回剑返回印记的位置 这个有点像是英雄联盟勒布朗的技能 并且还会维持现有暗黑复仇的效果 然后下面这一招叫做虚空场 这个虚空场的前身技能叫做暗黑复仇 上面是暗黑复仇复仇者 这是暗黑复仇 他的技能变更为主动范围增益型技能 他可以直接展开一个虚空屏障来保护盟友 距离屏障中期怨劲的话效果越强 从官方影片上面看到这个技能在外围的减上能力 大约是圣洁界的能力 减上50%左右的伤害 然后如果现有的暗黑复仇效果为 转为普通技能 暗黑复仇 黑暗复仇 会变成个新技能 你会说啊这个技能不见了 没有他这边有写 原本的暗黑复仇会变成白技 新白技技能 好再来往下看下一招 这个技能叫做暗黑不死 暗黑不死 这是原本是让对方变为不死系的属性 然后攻击他会有加成 现在改为被动技能 直接普攻就会触发 然后变更能力为额外降低魔法防御 等于说他的技能变成被动 然后并且再新增一个抗魔降低的能力 蛮强大了 因为你这个暗起只要拿的海路败匕首 砍人就会超级痛 然后下面一招暗黑复仇 他是新技能 就是上面那个暗黑复仇技能 拉出来变成一个新的白技 效果跟原本一模一样 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招新改的西游子技 他原生前身叫做暗黑流星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看官方影片看不到刘青云的 因为他把刘青云改掉了 改成这招叫做分身之王 分身之王他可以自由 on跟off切换 然后切换后会变成觉醒的虚空之王 应用反向模仿效果 并且启动冲击波的能力 那这个从官方影片上面看到来说 是他只要切换为虚空之王的分身王模式 你就无法进行直接锁定 你必须无法进行直接攻击 你的攻击他的对手 你必须要主动点他才能进行攻击 算是类似小变怪的能力吧 小型变怪能力 但是你还是看得到他的人物所在 以及他的名字都显现在原地 可是从官方影片看来 他这个反向模仿跟冲击波的效果 应该是非常强大 而且他搞不好可以免疫部分 搞不好 可以免疫部分的负面状态 然后下面这招叫做幻觉 他前身技能叫做好像黑暗觉醒吧 能力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那这个能力就变成暗奇的新再生技能 他会直接现场召唤一个分身 然后你可以进行短距的 类似翻滚那种感觉 瞬间跳一个小步 然后翻滚脱标 并且进入半透明状态 瞬间回血 而且你可以在被控制的情况下使用 他可以取消暈眩跟恐惧 还有那个束缚的能力 然后下面一招技能 这就是暗奇的超强范围AOE PVE技能 他这叫做暗黑灵魂 以及暗黑灵魂复仇者 分别是白技跟红技 他能力是可以自动 可以切换 他是主动技能 击败急人时有机会获得灵魂 透过吸收消耗的灵魂来召唤虚空使魔 然后并且会维持原本黑暗灵魂的效果 然后红技的话会增加灵魂的收获量 增加那个攻击的范围 攻击的数量 并且增加了那个伤害量 这样子好像负责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学白技 就会有一堆鬼火乱喷 你学红技之后鬼火喷的更多 然后喷的更猛 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好再往下看 这个三个新的反平技能 第一个是 那个红技的 那个 复仇屏障 然后再来是紫色的 复仇屏障 复仇者 第三个是经济的 复仇屏障 那个 他叫魔王 可是 这个能力前身叫做 看不出来 好看不懂 然后第二招技能是 原本的复仇屏障 第三招就是原本的经济 复仇屏障 复仇者 去魔改的 等于说他把金降直 然后紫降红 就是这样感觉 然后能力变成 被动技能 然后 闪避时会增加 暗黑伤害 联动复仇之剑 改为主动技能 维持新有的 那个 屏障效果 然后他还可以 主动晕 然后第二个 直进化 强化他的闪避效果 然后并且增加 复仇之剑 那个插圈 他把剑的 晕眩还有伤害 晕眩秒数 跟伤害能力 晶技的话会增加 一样是增加 那个暗黑 闪避时增加的伤害 然后并且 复仇之剑的伤害增加 晕眩命中率也增加 他这个技能目前看起来 我从影片里面看到是非常强大 就他可以一只发动 一只晕对方 秒数的话不确定能够晕几秒 但这是目前 既雷神之外 第二个可以反平 触发晕剑的职业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小技能更新 像这一招叫做暗黑骑士 还有暗黑骑士 复仇者 他就增强暗黑攻击的效果 然后这个是原本的爱情的晕 黑暗晕眩跟黑暗晕眩 复仇者 增加攻击技能范围 应该是可以晕到三格外的敌人 然后这是他的剑气 那个 暗黑剑气 跟暗黑剑气 复仇者 他这个第一个是 红技是增加射程 然后白技的能力是 可以支援开怪 跟那个 刷那个 击杀重置模式 应该是吧 有点看不太出来 等到完整说明 我再看文字党补丁 然后下面这个技能 叫做暗黑之眼 他增加了暗黑之眼的 透视范围 原本可能只能看到周围两格的目标 现在可以看到更大 然后造成致命一击时 有机率发生 伤害减免的 那个刺穿 穿刺攻击 下面这招是原本的暗黑冲击 暗黑冲击改为被动技能 然后伤害增大 就是变成三倍伤害 然后并且删除激活 删除 删除了那个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 移除了药水的 原本这招技能 喝水会增加补血量 他移除那个条件 就变成直接 直接喝水都会加倍 原本是因照你的血量越少 补越多 现在没有了 直接是喝水就加 就提升回血量 这是目前暗黑骑士的改版内容 从这上面看来 暗奇的定位应该是在于输出 输出为主 而且他是有间反制控制 反击控制能力 比如说你原本是我被打 然后我可以立刻切换 这个分身王模式 并且触发这个反击平常 反晕被动晕 他是可以一个定位成 可以反打的模式 也偏向于团队弹角 因为他有这个虚空 虚空领域 虚空场 所以这个角色 等到明天更新后 我们看一下韩版 会怎么样使用这个角色 再来看看我们台版之后 会怎么转 或者我要不要转 OK 这支影片献给大家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